黄晓明与杨颖离婚后 关于他们两人的话题一直此起彼伏 前段时间杨颖在接受台湾媒体的采访时 亲口爆出了两人离婚的内幕 她公开表示黄晓明没有对外表现得那么爱自己 还说自己一直在尽力挽救婚姻 而黄晓明却没有回头 而近日黄晓明也频频上热搜 她和网红叶柯谈恋爱的消息 在网上发酵得沸沸扬扬 两个人不仅一起包了冰吞吞的汤圆 黄晓明还送给叶柯奢华的玫瑰花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黄晓明和杨颖离婚真的是在外有人了吗 这里是闲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黄晓明和网红叶柯的故事 说起黄晓明她和杨颖两人结婚时的那场世纪婚礼 几乎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一个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一个是以老公为荣的小女人 金童玉女无比般配 据爆料整场婚礼赤资两个亿 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了 可谓是所有明星婚礼中最大手笔的一个了 而婚后 杨颖生下小海绵一家三口甜蜜幸福 靠着黄晓明的关系 杨颖的资源也是好到爆 逐渐成为娱乐界的顶流 但是从2019年开始 本世恩爱无比 献煞旁人的夫妻二人 突然减少了隔空对话和秀恩爱 不仅出席活动看不到两个人的同框 连社交平台都极少提及对方 在以前狂秀恩爱的各大节日 充其量都是黄晓明祝福或单方面问候杨颖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于是两人早已离婚的消息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占据热搜 直至今年1月28日 两人才正式官宣了离婚 本以为两个人能好聚好散互相祝福 不料离婚后 杨颖却极力否认黄晓明的好男人人设 她泪崩地说是黄晓明不要她的 她并没有对外表现得那么爱她 虽然自己一直在努力改变 但也没有用 黄晓明并没有回头 因此导致了两人最后的离婚 的确杨颖和黄晓明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被黄晓明粉丝批动 一会儿说小海绵不是杨颖自然怀孕 一会儿说杨颖整容 背后的心酸只有杨颖自己知道 况且黄晓明在婚内还经常去夜店 起初杨颖还替她打掩护 回应自己就是夜店 但是即便是在杨颖怀孕期间 黄晓明也没有停止去夜店的步伐 这一次次的黑量 无以让两人的感情遍体鳞伤 结婚时是那么高调炫耀 离婚时也是那么沸沸扬扬 这部最近网络上出现了 黄晓明有新欢的传闻 似乎无形中验证了杨颖的说法 有账号注册名叫 夜科黄晓明今天分手了吗 多次在社交平台爆料 黄晓明新欢就是夜科 这个爆料引发网友热议 这两人明明看起来八杆子打不着 啥时候在一起的也是个谜 然而在网友的细巴之下 通过整理黄晓明与夜科的时间线 还真发现了不少恋爱的痕迹 今年2月15日元宵节 黄晓明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冰敦敦的汤圆 随后夜科就晒出了同款汤圆 不仅用料相同 两人面前的桌子颜色也很相似 疑似两人在一起过的元宵节 但让人奇怪的是 在网友爆料之后 夜科立刻删除了该条动态 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 而且在2月15日当天 黄晓明的聊天软件特意更换了头像 而这个头像和夜科的是情侣头像 更换头像的时间也十分奇妙 前一天就是情人节 除了聊天头像之外 黄晓明的游戏账号和夜科的账号 用的也是情侣头像 并且游戏记录显示 夜科曾多次和黄晓明及其团队一同打游戏 如果上面是巧合 那么两人行程上的重合真是无法解释 今年3月14日白色情人节 夜科发布一组在酒店收到玫瑰花的照片 照片中拍摄到了窗户外边的风景 网友根据酒店风景辨别位置 认为是位于上海松江的凯越酒店 而当时黄晓明也住在相同酒店 还有网友爆料 黄晓明没有禁足的时候 都会陪伴夜科度过每个节日 从夜科之前的微博来看 也经常会收到鲜花 3月18号 夜科转战大理尔海 隔天黄晓明就发了 在尔海边吹风的照片 5月份夜科和黄晓明工作人员的IP地址都在福建 除此之外 黄晓明助理还关注了夜科 这还不算完 有网友通过各种渠道发现 之前黄晓明的健身教练 曾晒出黄晓明的房车内部 在房车内出现了一款女性包包 要知道那时候黄晓明和杨颖已经离婚了 所以这个包包不会是杨颖的 接着网友根据这个线索发现 女网红夜科曾在社交平台晒出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包包 种种证据让网友很难不怀疑两人的关系 随着黄晓明疑似和女网红夜科谈恋爱仪式在网上发酵的越来越厉害 夜科的家庭背景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他不仅结过婚 还有两个孩子 夜科是1992年出生的 毕业于深圳大学 号称深大十大女神之一 上学期间他的专业能力十分优秀 大三那年就拿下了深圳广电举办的主持人大赛冠军 随后进入深圳广电实习 同时他还是2010年湖南台星节50强 和当红主持人沈梦辰是同期 如果不是被爱情绊住了脚 如今的夜科很可能也和沈梦辰一样 是个家喻户晓的主持人了 据说夜科是在大三的时候认识的前夫老王 清纯美貌笑话 遇到帅气创业霸总妥妥的甜宠文标配 而夜科和老王也是一见倾心再见定情 在夜科毕业后 两个人就迅速领了结婚证 通过夜科以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动态 可以发现他在婚后生下了两个女儿 而且老王对他也是十分宠溺 但即便老王家里可能有着一座金矿 夜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他做起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着清晰的规划 夜科除了是网红之外 他的名下还有着多家企业 包括服装店美容院等等 而他每次拍照都全身名牌 拎着名媛阔泰最爱的爱马仕包包 尽显奢华 只是后来夜科和老王的婚姻 还是走到了离婚的结局 但是凭借着离婚费 他在深圳购置了豪宅 因此从资产和事业方面来看 夜科真的不是靠粉丝的小网红 他是拥有着自己的资产和事业的小富婆 而黄晓明在1月份的时候 已经和杨颖离婚了 男未婚 女未嫁 两个人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妥的 但是随着深入分析 网友发现了更惊人的内幕 有人爆料 夜科和黄晓明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而且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 很可能双方都是各自有家庭的 一时间婚内出轨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对此当时的夜科5月25日发文 算是间接回应 其实很早就恢复单身了 曾拥有最好的爱情 现在转化成最好的友情和亲情 很多话在心里 懂的人会懂 夜科否认了自己婚内出轨的传闻 更有意思的是 网友爆出不知道是什么巧妙的缘分 夜科前夫还有杨颖竟然一起合过眼 不得不说杨颖的颜值是真的很能打 不论是身高气质还是五官的精致度都完胜夜科 于是网友开始猜想 黄晓明是不是把夜科当成了杨颖的替代品 乍一看 夜科和杨颖确实有几分相似 难道又是玩玩泪青这样的偶像剧 其实看张子怡和刘浩存就知道了 男人的审美至死不变 只要认定了 大概率就会钟爱这一款 再加上黄晓明向来都是霸道总裁范 大男子主义 当初他看上杨颖的时候 杨颖也只是一个不太出名的想念魔 如今他可能想找一个听话的替代品 于是选择了长相相似的夜科 其实夜科的五官底子不错 放在生活中绝对可以称为美女 但放到娱乐圈就不是女明星的对手了 从头像就可以看出 夜科在这些年多次换头 模样改变比较大 妆容的变化也比较明显 也有网友认为 夜科从以前到现在都在模仿杨颖的妆容 怀疑他其实是杨颖或者黄晓明的多年粉丝 夜科在多年前曾点赞过一条动态 内容跟黄晓明和杨颖大婚有关 从内容分析 夜科对黄晓明的好感度不低 夜科与黄晓明的分文曝光后 夜科就在社交平台发布分手宣言 外界认为他的留言模棱两可 可能是说与前夫离婚的事情 也可以看作澄清与黄晓明的分文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减少舆论影响 目前爆料网友夜科黄晓明今天分手了吗 已经清空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夜科也已经删除了相关照片 但两人的绯闻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而黄晓明从始至终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网上爆料的事情真假 我们也有待进一步考究 仅凭爆料人的一面之词和一些形成巧合 并不能断定夜科和黄晓明真的有关系 而且黄晓明和杨颖已经离婚这么久了 任何一方有心恋情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大家还是理智吃瓜 相信有心恋情当事人也会主动公布的 让我们坐等后续吧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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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